警校貨報有人墜合 救援時大家都懷疑他住這裡 晚間12點左右有民眾向警方報案 台中西區的桂河柳橋有人掉下去 呼叫他完全沒有反應 警方不敢大意先通報119救援 搜尋後發現有名男子躺在河床 立刻展開救援任務 最後台上案檢查他意識清楚 當時救援現場光線很昏暗 警校在搜尋時還嚇了一跳 因為河床的那頭竟然還有一名男子躺在那睡覺 這時大家都在懷疑剛才救的那位好像也住這裡 地方中西台中報導